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我是罗宾 那今天台北股市再度展现韧性 在面对美股大跌800点的情况之下 我们居然开低震荡之后 还能够以中红来做收上涨64点 收在11392成交量1374亿 好 那对于昨天美股的一个大跌 我想也是平常心看待就好 我记得我先前也跟各位讲过了 来 我们来看 美股这一波最高点当时在哪里 最高点在29568 如果说从29568一路的跌到了上个礼拜的低点 来到哪里 来到24681 你可以算一下 从29568跌到24681 跌了多少 跌了2448点 跌了4887点 那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比较稳健 一个原则来判断 因为毕竟以目前来看 你说美股它接下来 它要走一个快速的回升 马上填补这些跳空缺口 马上突破这些均线的反压 马上又回到2900点 甚至29000点 甚至于再创历史新高 我想就困难度上是相当的一个高 所以我们先我说过用一个比较稳健的原则 我们先姑且定调 它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既然是一个反弹的格局 跌了4800点 那么以一个0.5反弹一半 0.5终极反弹来看的话 那就是反弹2400点 那我们再看 如果从低点24681 24681 谈到了昨天的高点 27084 从24681涨到27084 各位可以算一下 谈了多少 谈了2403点 那我们刚刚就讲了 一波下跌 跌了4800点 你反弹0.5 2400点到昨天的高点来到27084 基本上它已经来到相对的一个满足区 所以接了下来 美股怎么样 它会又恢复到怎么样 上下震荡 也就是震荡扩底的格局 那既然美股进入所谓的震荡扩底 那台股当然 你在没有美股的一个拉台的一个情况之下 一个拉升的作用之下 当然也会进入到怎么样 也是持续进入到震荡扩底的格局 当然不管美股也好 台股也好 我说过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 台股来讲是礼拜一的低点 以美股来讲是上个礼拜的一个低点 我认为除非了 有更大的利空 否则 重新再跌破的机会 也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我说过 在上有压 下有撑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就是震荡扩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投资朋友 你要开始思考 既然是一个震荡格局 操作上面 我应该如何来应对 难道是去追那些 原本已经创高的强势股吗 还是说 现在疫情还不稳定 好 我们来追一些怎么样 所谓的疫情概念股 可是这些所谓的防疫概念股 有些都已经涨到了半天高了 还能够再买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跟各位来谈一谈 现阶段的一个操作思维 那到底现阶段的操作思维是什么 来 提出几个观点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第一个 我们刚讲 已经创高的股票 已经创高的股票 你不要贸然去追 记住 已经创高的股票 你不要贸然去追 即便它的后市 我们还是看好 即便它的趋势 还是非常的明确 但是基本上 如果说已经累积相当的涨幅 已经创高的股票 当然就不要再去追 就短线 你要特别的留 提访 那当然高的不能追 那能够买什么 当然就是买相对 在低基起的一个股票 进可攻 退可守 这是第一个 高低位阶 你要先做一个 先做一个界定 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 即便是低基起的股票 也不要以为 低基起的股票 一定全部都能够买 为什么 因为低基起的股票 有两种 一种是 它被错杀 又或者它的价值被低估 市场还没有发现 它的一个好 所以就好比一个蒲玉一样 对不对 它还没有被发掘出来 所以它股价在低的 但是有一种是怎么样 它根本就 没有任何可以发酵的空间 也没有题材 也没有获利 根本就没有人要 最终股票 你说它低基起没有错 可是你买它有什么用 没有意义 所以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除了低基起以外 它未来的趋势要明确 因为未来的趋势明确 它有一个 至少大家能够认同的一个题材 它未来的营收获利 才有大成长的空间 那你有大成长的空间 至少市场的资金 包含业内的资金 法人的资金 他想要进来 也才有一个标准 又或者才有一个题材 所以这个部分 也非常的重要 除了低基起以外 另外怎么样 必须有未来的趋势作为加持 因为只有未来的趋势明确 在营收获利 才能够有机会 能够出现大成长 有机会出现大成长 才会吸引法人的一个目光 好 这是两个 那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就从筹码资金面来观察 因为我们说过 以目前来讲 既然盘面会进入到 所谓震荡轮动的 因为盘面既然震荡 那资金就是轮动 所以对于资金的流向 你就要特别去紧盯筹码的一个变化 到底现在业内法人的资金 跑到哪里去 有哪些股票 现在法人跟业内的资金 已经偷偷的在做布局 你想啊 如果业内法人的资金 开始偷偷的在布局某一个方向 又或者某一档股票 那你想 这档股票 如果它未来没有爆点 没有题材 法人业内的资金 又何必往这档股票 去做一个移动 所以资金筹码面 也是现阶段 在整个操作上面 很重要的思考的一个模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讲穿了 就如同我先前 我告诉各位的 我说做股票你永远记得 你一定是买在怎么样 你不是买在 大家都看好的时候 你更不是买在 它已经大涨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必然是买在 没有人要它的时候 没有人跟你抢的时候 你才会有大利润 那我举了一个 很实际的一个例子 各位你就会更加清楚 我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来 我们来看两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 三二二七的原项 我想今天讲原项可能少一点了 为什么 因为今天原项是跌的 可是在今天压回之前 有没有看到昨天 昨天原项可是创了 209块的破旦新高 有没有 这档股票在昨天创新高的时候 包含盘中的解盘 一些连线的节目 又或者盘后的一些专家名嘴 对于整个盘式的解析 有没有很多人提到这档股票 因为现在又加上什么 所以去卖到缺货 有没有 这样的一个题材面 所以多少人对这档股票 开始歌功颂的 但是我只问 我只问你 如果你看到昨天 他创高了 全市场 大家都在讲他的时候 你进来追他 你进来追他 有没有 你今天 当天昨天就开高走低 今天再往下压 你买在昨天的 你今天就套牢 对不对 所以在昨天节目里面 我也跟你讲过了 原项我看不看好 看好 可是在昨天创高的 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你不要贸然去追 即便我未来的 还是看好他的一个 所谓长线的一个趋势 可是短线创高的股票 你就不要随便的 去做一个追高 好 因为我这样说好了 你创高之后 你想 他大盘 你对照一下大盘 大盘到昨天 前天都还在破底 而原项他是逆势创高的 而逆势创高的股票 难道现阶段 大盘开始震荡了 他不用整理吗 再强势的股票也不可能天天喷 那你在一个创高的情况下 不用多了 他在这边给你震荡的情况之下 他随便给你拉个五块钱 十块钱 甚至于二十块钱 你敢不扛力 对不对 你受得了吗 所以即便他未来在趋势再怎么样好 他只要是一个高位阶的股票 你都不要随便去做创高 同样还有一档股票也是一样 三四五零的联军 有没有 昨天也是创高 对不对 昨天也是创高 可是有没有一样 跟原项一样 昨天创高之后就拉回 呈现一个上限 那今天即便有出现一个 好在尾盘有稍稍的小涨一些 可是有没有在过昨天的高顶 没有 至少今天没有 那你在昨天去追高的 你昨天转战的套牢 今天是不是继续在套牢 那即便连均后市 我也十分的看好 可是相对 我说不用多了 短线给你震个三%五% 你心里头就很煎熬了 对不对 可是相对 同样这两档 为什么我要举这两档股票 因为这两档股票 你可以比较看看 当时我们买的位置在哪 来我们先从3227原项 昨天很多人告诉你 他有多好有多好 甚至于也有一大堆人 带着你去买进 有没有 包含三四五你的联军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的 所谓的专家名嘴名师 在昨天带着会员买进 这两档股票 可是这两档股票 来我们先看原项 原项这一次 我想老朋友都知道 原项我们来来回回都做了好几趟 从去年的五月到现在 我们来来回回做了好几趟 那就说 最近的这一趟 我们买在哪里 买在1月8号 有没有 请会员 趁拉回逢黑买进3227原项 白子黑字 会员也欢迎对时对价 而且是所有的会员 所有的会员 当天股价多少 当天从开盘到收盘都在盘下 所以我才讲说趁拉回怎么样 我们低接好股票 当时原项股价多少 150块钱 那你再想想看 当一月初我们在买原项的时候 当原项股价在150块钱的时候 这个市场上有谁在跟你讲原项 有谁告诉各位原项在150块钱可以买进 我敢讲没有人 为什么 因为我说市场上总是这样 当股价压回的时候 只有落井下石的 几乎没有雪中送炭的 为什么 因为对于一档还没有涨的股票 甚至于是压回的股票 我今天推荐给你 我马上让你检验 不是吗 所以我说多数人都很聪明 尤其是分析师 当然他们都很聪明 我也是分析师 可是可能我比较笨 因为在一个还没有起涨的时候 我今天告诉你马上被检验 那我为什么不讲 去告诉你那些已经正在涨势上面的股票 我一定不会错 反正正在涨 但是我认为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你再去追 你的风险就相对大 你风险相对大 你的利润就会受到压缩 那既然利润会受到压缩 我说我来股市 我就是为了要赚大钱 不是为了赚那个3% 5% 那些加菜金的 所以既然如此 我宁可选择在还没有起涨之前 就算我比较笨也无所谓 我宁可选择在起涨之前 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所以你比较 你两箱比较看看 我带你买的原箱在150 有没有 当时在这里 1月8号 有没有 来 看一下 1月8号 有没有 当天150 是不是在这里 你买在这里 即便现在创高之后出现了震荡 出现了拉回 我请问各位 就算它跌10%好了 你会害怕吗 你的成本在这里 在这里 如果你是昨天才去买的 这里给你震荡个10% 你受得了 3450的联军也是一样 来 看看我什么时候买的 那个时候 我在给大家的时候 在今年一样 今年的1月初 有没有 当时股价多少 65块多 当时我说这一档 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档股票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做属于你 当时告诉你 它是低位阶最具暴冲力道的 5G的概念股 那理由有空 我们再来回顾了 对不对 重点 那个时候六字头的股价 你怎么买 又或者说现在 它股价在这边怎么震 你是不是都不会害怕 因为你的股价 你的成本在这里 1月6号在哪里 有没有 是不是在这里 那你现在再怎么震 你也不会害怕 可能相较如果说你买在昨天 当天就流了一个上影线下来 那今天又没有能够突破昨天的高点 你是不是心里头的压力就来 尤其是面对美股又跌了800点 你就一颗心 怎么样 又七上八下 所以讲了这么多 是不是又在印证了 我当时所告诉各位 做股票你永远不要去追那些已经大涨的股票 而是要趁它还没有大涨之前 先卡位先付去 好那讲了这么多 当然我说过这些股票 是我们先前还没有大涨之前就已经买进的股票 即便现在大涨了 我也说过 这个时间点你不要贸然去追 你真的想做的 没有关心你来找我 我会找一个比较适合的点位 因为我们说过我的操作就是分段操作 看好的股票也不是死报活报 一路报到底 在震荡的过程里面 高出低进 有适合的买点 我们再把它买回来 所以你想做这两档股票的 没有关系 你来找我 就适当的买点出现 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来做一个买进 不过我认为现阶段 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以目前股价还处在相对的低位阶 而市场上也还没有人看到它的好 可是让你可以很轻松 很安心的在大涨前布局的标的 你趁现在怎么样 先卡位先布局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可以在它大涨之前 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那当然就是这一档 我把它当作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界面里 给大家的这一档大集团里头的小金鸡 好 那我们从礼拜一节目开播之后 给大家之后 到底到今天第三天了 这档股票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继续再聊 欢迎回到现场 上去大家进广告之前 我们跟各位提到了 到底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好股票 我们可以趁在它大涨之前 我们先卡位先布局 好 那我们说过了 那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一给大家的 当作我们开播界面里 送给大家的这一档什么 大集团的小金鸡 好 第一个你看 过去曾经是将近200块的股票 现在你各位看到它四字头的股价 过去将近200块 现在五字头都还不到 是不是未接够低 没错吧 看图说故事 你知道它现在未接够低 有没有 那打了八年的大底 你想筹码是不是沉淀的够干净 好 那沉淀的够干净 是不是盘面 只要一有买盘点火 像这样的股票 它会涨得比谁都快 涨得比谁都凶 好 那重点你说那谁要来点 为什么人家从这个市场上的资金 业内的资金 法人的资金 一定要点火 好 那为什么我认为 这些资金业内的资金 法人的资金 就会来点火像这样的股票 为什么 第一个我刚讲了 大集团的小金鸡 在现在这样的盘面震荡的结构里面 你买大集团名门正派的股票 你也安心 更何况是法人 对不对 法人总不能去买那些名不见经 赚的股票 所以当然是买大集团名门正派的股票 那大集团名门正派的股票 它又是这个大集团里头的小金鸡 那你想 它是集团里头的小金鸡 那集团会不会请住 所有集团的力量 来扶持这些小金鸡 那如果集团请住全力 来扶持这些小金鸡 未来是不是在业绩的展望 在整个获利的成长 它的机会就比别人大 那这样的股票配合它的低位阶 你认为法人的资金会不会被这样的股票所吸引 这才第一个大集团小金鸡而有 那第二个 我说过你可以回想一下一月份 多么精彩的一月份 为什么说多么精彩 一月份当然过年 过年一定精彩 对不对 大家最开心的过年时间 那除了过年时间 还有一个是大家到目前为止 比较震撼的 那就是疫情的一个变化 那你想一月份在这么多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工作天数只有三分之二 那很多公司 上市贵公司 在面对工作天数只有三分之二的情况下 营收最好就是持平 持平就已经不得了了 衰退也正常了 因为工作天数少 结果它还怎么样 还年月双增 它在一月份人家都在衰退 它能够年月双增 就代表它今年的趋势非常明确 对不对 除此之外 我说现阶段大盘所进行的是什么 就是震荡扩底 那震荡扩底 尤其疫情又还没有完全落底的一个情况之下 盘面的资金必然会选择一些比较安全 什么叫安全 就是至少我进可供退可手的股票 那进可供退可手除了说位阶低的以外 还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本益比要够低 本益比够低就代表你的价值被低估 对不对 另外殖利率高的股票 现在已经三月份了 接下来马上就要公布年报 年报之后就要开始公布 我到底我要配发多少 所谓的股息股利给我的股东 所以本身高配息高股东 这个高配息高值利率的股票 是不是立马能够吸引法人的 这样的一个字 因为至少不管你排面怎么震荡 假设你今天配了 不管5% 6% 7%的一个利息给我 至少我温贪 我一定拿到的东西 我是不是就安心 所以你的殖利率越高 是不是能够吸引这些避险资金 他们的一个青睐的基金 一个所谓的眼光 所以这档股票 它本身殖利率7.3 好 那我说7.3到底是高还低 国具 你不要看他配15块钱 好像很多 以他400多块的股价 15块钱也不过就3.5%的一个殖利率 你认为高还低 对不对 那他多少 他7.3 他5字头不到的股价 4字头的股价 他配你3块多 好 不能给你算看看 现在定存的利率才1% 他给你7% 你说这样滑不滑的来 那这样的一个股票 会不会吸引市场的资金 另外本益比13倍 我说过本益比13倍高还低 IC小季股 平均类股的本益比20倍 他13倍低还高 另外跟他同性值的一家公司 相似度接近90%的一家公司 现在本益比已经24.6倍 接近25倍 法人还是看好 还是买进 代表25倍人家还认同 他只有13倍 你认为这样高还低 那你在结合 刚刚我所告诉你的 这种种的理由 你认为像这样的股票 在接下来盘面震荡的过程里面 会不会吸引市场业内法人的资金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 这几天的表现 第一天 我说过 我们节目开播 我把它送给大家 当做见面礼 对不对 我告诉你这张股票接下来 对不对 还有多好有多好 因为那一天大盘破底 跌了121点 所以我告诉你再好 你也不会相信 即便当天他开低走高 对不对 你也不会相信 那到了昨天 到了昨天 大盘大涨157点 那他也持续往上垫高 他的底部 你可能已经开始有一点点 好像好像真的 有点半信半疑的 对不对 那今天怎么样 是不是又有点相信了 因为今天开始有聪明的资金进来了 你看 是不是越来越像真的 可是你看 从礼拜一的低档 到今天的高档 这一低一高之间 其实不知不觉 他已经往上垫高了 将近有9个percent的一个 一个价值了 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在礼拜一买进 是不是你已经开始远离你的成本 所以是不是代表这档股票 你越早卡位 越早布局 你的胜算越大 更何况 已经有聪明的资金进来了 所以这档股票一样 你还没有把它拿到手的 今天我依旧 当成是我们节目开播的见面里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还没有拿到的 赶紧把它带回家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